牵不过去了 直接动手吧 牧尘的目光扫视一圈 无奈的耸耸肩膀 因为地形的缘故 他们已经不太可能从那种封锁当中 悄无声息的穿过去 洛梨和温清玄都点点头 牧尘见状也就不再多说 他身体微微曲下 浑身的肌肉都紧绷起来 就像即将铺石的猎豹一样 在前方的一条主干道上 数十条身影散开 警惕的目光不断的四处扫视着 他们的身材都是有些高壮 而且身体表面都流转着自然的微光 这些都是修炼过断体神觉的标志 在那数十道身影最前方 是一名身形高壮如铁塔般的男子 他目光扫动 犹如猛虎一般 他显然是这些人当中的头目 突然间 这铁塔男子眼神突然一凝 因为他突然间听到地面震动了一下 下一瞬间 他猛的抬头 锁定一个方向 在那里破风声急速响起来 阴影当中一道身影如剑一般射出来 有人闯路 拦住他们 那铁塔男子一声抱贺 脚掌猛的一跺地面 只见那地面都被阵列出数道的裂纹 而他的身体也是拔高一些 一种强横的力量感 从他体内涌出来 他的身体率先冲出 直接与那道掠来的身影凶悍的对碰 他对自己肉身拥有着相当强的信心 因为就算在众院盟那些高手当中 光论肉身强横程度 也唯有几位首领能够超过他 不过呢 这一次 他的想法却是出了差错 他壮硕的身体 直接与那道黑影撞在一起 而撞击的瞬间 他的脸色却是瞬间就变了 那道看似单薄的黑影 却犹如一头 以力量渐长的凶猛灵兽一般 可怕的力道 狠狠地冲击在他的身体上头 低沉的声音响起来 那铁塔男子的身体顿时狼狈地倒飞出去 在地面上擦出一道长长的痕迹 一口血忍不住地喷出来 在他后方 那些众愿蒙的人 见到这一幕脸色顿时就变了 因为他们很清楚这个人的肉身强横程度 但怎么会一个照面就直接被撞伤了呢 在他们惊骇前 那道身影也是吻了下来 露出牧尘那道消瘦单薄的身体 他看了一眼那铁塔男子 这个人的肉身倒是有些强悍 不过可惜 却遇见他牧尘了 点子再应 一起动手 那铁塔男子急声喊着 他已经看出来 眼前的少年似乎肉身修炼 到达一种非常可怕的地步 他的鹤声一落 那数十道身影 也是齐齐应事 旋即同时对牧尘包围而去 牧尘见到对方气势汹汹地涌来 眼神也是冷冽下来 他深吸一口气 身体表面竟是有着淡淡的黑色雷光 在闪烁着 肌肉紧绷之下 低沉的雷鸣 悄然地扩散 他脚掌重重一跺地面 身形直接暴力而出 冲进了那人群当中 全影呼啸 拳风如雷 空气在其拳下爆炸 凡是被拳风所接触的 无一不是被震得吐血而吹 在后方 洛梨和温清玄也是冲出来 他们的肉身并没牧尘那么强悍 但毕竟比起寻常高手的肉身 要强悍许多的 再加上洛梨手持洛神剑 虽然这里头无法用灵力催动 可是洛神剑本身的锋利 却根本不是这些人的肉身 就能够防御的 因此呢 三人一出手 就犹如虎入狼群 对方即便是人多势众 可却节节败退 惨叫声不断的响起来 短短不过十数分钟的时间 这数十名众院盟的高手 就彻底被击溃 一个个躺在地上 痛苦的哀嚎着 不能动用灵力 真是麻烦 温清玄咬了咬银牙 如果在外头 这些家伙还没能靠近他 就直接被一掌给震死了 牧尘笑笑 刚想说话 他的神色突然一凝 眼神逐渐的冰寒下来 他抬起头 望向不远处 那里的阴影当中 有一道道人影 缓缓的走出来 那数量有将近百人 熙熙攘攘 把这片区域完全的包围起来 而在那些人的最前方 秦峰面带微笑 缓步走出来 他看向牧尘的目光当中 有这种猫戏老鼠一般的戏剧 阴影笼罩的森林当中 一道道人影 犹如蝗虫般的紫黑暗当中涌出来 那一道道凶狠的目光 直接是把眼前的三人 给锁定了 牧尘见到眼前这般阵势 眉头也是微微的一皱 他倒是没想到 竟然这么快就被秦峰他们给发现了 洛黎和温清玄也是靠近牧尘 毛子冰冷的望着秦峰 虽说对方人多势众 但是想要吃下他们 恐怕也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 牧尘哪 你可还真是 天上有路你不走 地下无门 你倒闯进来啊 秦峰戏谑的望着牧尘 你倒是看得起你啊 牧尘也是笑笑 他看了看周围那黑压压的人群 怎么 以为这片区域无法动用灵力 所以就很有底气是吗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嘴硬呢 不觉得这个时候 你应该表现出一点担心才好吗 牧尘认真地想了想 你倒是没有这个资格 秦峰哑然一笑 然后他微微点头 手掌轻轻地挥下 那声音已经变得极为冷漠 解决掉他们 动 他的声音刚刚一落 周围那近百道人影 顿时齐声应银河 他们的身体表面都有着微光在浮现着 在皮肤上头闪烁着淡淡的光泽 看上去就犹如金属锁住 散发着一种强悍之感 他们脚掌重重的一趴地面 身形便爆冲了出去 那种因为数量汇聚起的气势 倒是有种万马奔腾之感 相当具有压迫感 牧尘的眼睛也在此时变得冰寒下来 他深吸一口气 身体表面黑色雷光在闪烁着 他也是猛的一跺地面 只见一道道裂缝顿时 从他脚下飞快地蔓延 即便是如今的牧尘无法催动灵力 但是他这举肉身的强悍程度 也绝不是常人能够抗衡的 他的身形化为一道模糊的影子 直接冲出去 然后撞进了那暴射而来的人群当中 牧尘的一拳直接轰向前方 磅礴的拳风撕裂空气 犹如空气泡一般 重重轰在最前方的几道人影上头 低沉的声音响起来 那几道人影的胸藏 仿佛塌陷了一些 鲜血狂喷出来 身体顿时就到飞出去 瞬间就失去了所有的战斗力 碰 碰 牧尘面无表情 拳影 腿风在呼啸着 黑色的雷光在缠绕着 他的拳风蕴含着相当可怕的力量 每一次轰出 都会有人被震的吐血倒飞 而此时的他呢 就像一头浑身布满着钢铁的猛虎 所过之处 无可匹敌 虽然包围着牧尘的人影极多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他周身仗虎的范围 这些人呢 虽说也修炼过断体神诀 但是很明显 与牧尘的肉身强度比起来 他们根本就算不得什么 在他后方不远处 洛黎和温清玄的胶虎上头 同样有着光芒涌起来 他们的肌肤仿佛变得更为晶莹剔透 看上去犹如玉石一样 洛黎手持洛神剑 虽然无法使用灵力催动 可是洛神剑的锋利 依旧让他周身仗虎之内 根本不敢有人靠近 而温清玄的手中也是紧握着金色战枪 僵硬闪烁滑起刁钻狠辣的弧度 凡是敢接近他的人 身体上头也会被他毫不留情 刺出一道道的血度 阴影笼罩的森林当中 凄厉的嚎叫声不断的响起来 那拳拳到肉的声音 也是让人心惊肉跳的 秦峰站在战圈的外头 他望着面对着上百人的围攻 但依旧没有丝毫落入 下风迹象的三人 眼中却依旧漠然 他似乎并不在意 他的人马被牧尘三人迅速击溃 真是厉害呀 观战了好半赏 他终于微微的一笑 他的视线并没有看向 所向披靡的牧尘 而是看向温清玄 他的眼中掠过一抹炽热 如果我把这位曾经的分数榜第一人打败的话 或许我的名字会传遍整个陵远达赛吧 在眼前的三人当中 如果说谁最让秦峰最忌惮的 那恐怕就是温清玄了 在前些时候 他所率领的那支队伍几乎牢霸占了第一的位置 不论其他那些同样变态的队伍 如何追赶都是难以将其超越的 所以呢 所有人都很清楚 温清玄绝对拥有着极为可怕的实力 如果是在外面 再给秦峰一个胆子 他都不敢对温清玄出手 可现在呢 情况却不一样了 这片区域无法动用灵力 温清玄的实力几乎被限制了九成 现在几乎是他最虚弱的时候 你想到这个曾经第一将会败在自己手中 秦峰眼中的炽热就变得愈发浓郁起来 他的脚步缓缓的踏出 玄机他脚尖一点 身形就犹如大鹏一般 掠过重重人影 直接出现在温清玄的上空 最后猛的一掌拍下 拳风惊人 温清玄见状一声冷哼 他手一抖 金色战枪便滑起到光影 快若闪电般的对着秦峰 就急点而去 秦峰见到温清玄的举动 嘴角不由掀起一抹诡异的笑容 下一瞬他便掌为止 双指并驱只见磅礴灵力 竟在此时犹如潮水一般爆发开来 这个秦峰竟然在这里可以动用灵力 温清玄的笑脸也在此时猛的聚变起来 金铁之声响彻着 秦峰呢 灌注了磅礴灵力的指风 竟生生的把温清玄的枪尖抵御下来 而且那股可怕的进风 更是把温清玄震退了十数步 那张绝美的容颜上头也是浮现一抹细微的苍白 你们这下子知道我的信心从什么地方来了吗 在这里我同样可以施展灵力 现在的你们在我眼中又算得了什么呢 秦峰仰天大笑着 他凌空而立 磅礴的灵力荡漾在他的周身 一波波的压力笼罩开来 温清玄紧咬银牙 那笑脸却是布满了寒霜 他竟然被秦峰给打伤了 这怎么会是骄傲的他所能忍受的呢 哼 就算没有灵力 你在我眼中也是个废物 温清玄冷笑着 声音当中满是鄙 哼哼 是吗 秦峰眼中寒芒一闪 他身形一动 竟是凭空消失了 温清玄银牙轻咬 焦躯急退 他的手紧握着长枪 下一顺 那枪影快弱闪电般的刺出 犹如暴雨一般 点向四周 叮叮叮 金铁之声不断的响起来 火花剑射间空气都被震爆了 而伴随着每一次硬碰 温清玄的焦躯就会微微的一震 他引以为傲的 毕竟是自身灵力修为 而一旦灵力被限制 他的实力 就会锐减到一种极低的程度 此时的他 显然是被秦峰彻底的压制住了 而秦峰见到温清玄节节败退 眼中的炽热却愈发浓郁起来 他大笑着 攻势越来越狂暴 秦峰那弥漫着磅礴凌厉的指风 再度蕴含着可摧山岳般的力量 重重点在枪尖上头 力量奔涌间 温清玄的娇躯一阵 红润的嘴唇仿佛也变得鲜艳了一些 秦峰狂笑着 他丝毫不给温清玄喘息的机会 只见他的双指之上光芒愈发明亮 更是有着风玄在其指尖成形 据风指 他脚尖一点 快若闪电般的出现在温清玄的后头 那也带着一道道飓风的指风 毫不留情指向了温清玄的背后 温清玄银牙紧咬 那对凤幕当中仿佛掠过一抹极寒之色 他的手也在此时 陡然结出一道奇特的印法 不过就在他将要推动印法的时候 他却感到郊区陡然一阵 仿佛有着一道身影出现在他的身后 一股熟悉的味道传来 那是牧尘 牧尘的手臂揽住他的腰支 把他紧紧的抱在怀里 这突然间的变故 也是让温清玄陡然一惊 然后他条件反射般的举起手 狠狠对着牧尘的胸膛就撞了过去 接着一道痛哼声在其耳边响起来 再然后两个人都被一股巨力震得飞了出去 在狼狠落地的时候 牧尘调整了一下姿态 他的身体重重落地 温清玄则是落在他的身上 完全无二 你干什么 温清玄迅速的挣脱了牧尘的手臂 一脑子说着 你下手也太重了 牧尘柔肉胸膛苦笑一声 然后他目光望向周身运转着 磅礴凌厉的秦风 眼神渐渐的深寒 我来对付他吧 我能自己对付 温清玄恼怒地瞪了牧尘一眼 显然还在耿耿于怀 他竟然敢把自己给抱进怀里头 牧尘这次却并没有再理会他 他伸出手臂拦住他 然后朝前走了一步 温清玄看向秦风 后者手指上头 血不断地滴落着 看他的脸色 那显然不是他自己的 你 温清玄心中的恼怒 不知不觉减弱了下来 他看了一眼 牧尘后背一片鲜红 小嘴 动了动 放心吧 我皮糟肉厚 挨得住他 牧尘知道他发现了后背的伤势 只是摆了摆手 再度说着 他交给我来 你去帮 你去帮洛梨 温清玄望着少年 那微微有些平静的俊一脸庞 只是他能够感觉到那种平静之下 涌动的杀意和怒火 他背驰轻咬着红唇 竟是罕见的 有些听话的 点了点头